主席 请问朱总好了 朱总你刚刚针对 你听到蔡政元委员 他问会生署长 关于所谓的公平付费 和量能负担 他认为在现在加户总所得志 也不可能做得到 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必须说别一下 蔡委员讲的简便正是原来 二代最先规划的 一个目的 而且那个会比现在的 补充薄会更简便 至于量能的话 我必须说明一下 我不否认现在补充薄会 因为公平分两种 一种是垂直公平 有钱的跟没有钱之间的 一个公平 现在的补充薄会 因为受到补充薄会 在垂直公平会有进步 可是在水平公平是退步 也就是说相同的 有些人科有些人不科 而且这个也有学界 已经开始在研究结论 跟我的一个想法 是一样的 对于蔡委员所讲到的 说这个是怎么样 做所得税的附加税 在我认为是怎么样 迟迟不可行 因为我们的健保会 如果是个人的话 至少也要大概是 一千六七百亿 这样子所得税 要加的时候 所得税现在是大概 两千多亿 要加的话要加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它是不可行的 加所得税是不可行的 那我们也都认为是说 这个是怎么样 就是刚才也提到 那个蔡委员也提到 说有很多人是什么 不缴税 所以原来的规划 它就是有一个 原来二代的规划 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下限的保费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这边行政单位的人 都很了解 至于股票鼓励的话 要怎么科 我必须说明一下 原来是跟着所得税的 一个定义 股票鼓励 它是怎么去认定 那个是怎么样 那个企业界 它就可以说要不要科 它的那个要科的金额 到底是所谓的市价 还是所谓的那个 那一个票面的面额 跟所得税是采同样的标准 就不会混淆在一起 所以是怎么样 既然所得税法怎么规定的 那个所得的定义 这个是怎么样 那个也可以去采行 另外一个 它说没有家户所得的概念 我必须说明一下 所得税法的纳税义务人 是以一个家庭为概念 他是一个是怎么样 以家庭 他只是有一个人是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里面还有配偶 还有家族 所以他是一个家户的一个概念 那至于说 会增加很多行政成本 我刚才有提到说 目前的健保局 他做这个补充保费 他很厉害 他可以不增加任何人 而且涵盖了所得百分之九十五 他的问题是说有些所得包括 有些所得不包括 那至于说 还有另外百分之五没有包括 在这个里面 我认为绝对是行政成本 不会很高 也不会说要增加 所谓的几千人的 那一个是什么行政人员 也不会说是怎么样 增加很多的积增成本 因为现在健保局一毛钱的积增成本 都没有增加 就可以去收到百分之九十五 谢谢 谢谢 所以显然这个朱前总经理 是健保保险费率的专家 那蔡正元委员 虽然是财政委员会的资深委员 但是他显然还是不懂 这个保险费率的部分 那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黄淑英委员 就是前委员 请问一下 你刚刚有听到罗淑雷委员 在咨询 寻达邱文达署长的时候 里面好像有提到 关于 就刚刚他们有提到 参事有提到 目前如果采用补充费率 补充保费的话 目前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保险人 他事实上是保费会下降 请问一下 就你当时在了解 这个补充保费 这样的设计机制 有这么多人的保费会下降吗 这个 我的了解就是说 83%这样的一个下降 事实上是没有经过精算的 他们可能 我的猜测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说 因为补充保费的人 大概有将近二十 80%的人 要收补充保费 但是他们想参与 西方的人 所以他们就假设说 费率是有4. 5.17%降到4.91%的话 那自然又不增加补充 宝费的状况下 应该有那么多的人 会有下降 这个保费的这个现象 那事实上我就说 以补充保费 一年增加差不多200亿 但是我们的保费 从5.17 降到4.91 那么可能就损失到 将近250到300亿的 这样的一个 的现象之下 那这个健保 整个基金怎么样去维持它的平衡 我们是觉得 这个希望 就是说他们在提出精算的时候 这部分能够说清楚讲明白 那至于说 这个83%的人会下降 我想这个 我们从来没有刚过他们的这个 精算数字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在两个礼拜内 他们突然的翻盘 然后冲冲的通过 我不晓得他们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 谢谢 那我再问 现在我再讲一个就说 现在5.17是有补充 这个保费是从那个以前的 那个几 是4.9 就是说 它是从 呃 以前的保费上上去以后 又很多补助嘛 那些以后这些补助都没有了耶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那个数字是怎么来 我想这个部分 可能 朱总能够说明得更清楚一点 我也是主观的一个 看看我因为 5.17变成4.91 大概少了百分之五个百分点 五个百分点以健保局目前每年征收保费是500亿来看的话是少了250亿 少了250亿 那如果补充保费增加201亿啊 我认为说这个这个是不大 这比这个生意是不很好 就是挖东墙补西墙 结果反而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这个是我认为 至于说他们说有多少人会降低我尊重他们的说法以及讲法 但是我必须说明一下 他们减少的这个费用 最后都还是人民的负担 因为他们在我认为说他所减少的这些费用 第一个他可能是根据现在新德华第三条 34%变成36% 这个大概会政府会增加100亿 而且公教人员他是用全新纳保 他也会由全新纳保也会增加 另外第四五六类要按照平均保费去收也会增加 所以最后通通是国库的负担增加 国库的负担是全民都会增加 谢谢 谢谢 有听到了 我想在场的包含委员跟行政官员 那就谢谢朱总跟黄淑英委员 主席请那个邱署长上来好不好 署长请 邱署长好 是我知道行政院这边在四月三号的时候有四点指示 那其中有一点的指示 你们有说过说因为新修正的这个建保法没有办法全部上路 所以大概就是预计是明年元月一号才上路 可是你们希望倾向将建保补助款的负担有关三个条文 二十七条二十八条跟三十五条提前实施 署长我想请问一下 在你的建保法本院啊 这个立法院通过的建保法哪一条授权给你可以选择性的实施跟不实施啊 是我想我们是照着实陈在进行 那么你可以这样切割割裂吗 我高兴这个建保保费补充保费现在准备不及 自爱难行我就先慢一点实施 然后其他你觉得可以实施的就随时 你就觉得可以上路就可以实施 你确定这几个部分是彼此没有关联 然后你确定当时立法院有授权给你这样子割裂的施行吗 你会不会违反了立法院授权的原则啊 是这个大概我们都排定这个schedule 就是说在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大概这个这段期间都有排好 我想那个许参事可以来提一下 署长署长既然自爱难行既然来不及准备 为什么整部法令就所谓的建保薪制也好 或所谓的一点五代二代建保 就干脆先不要实施嘛 也不要先预计所谓明年的一月一号 一定要强行上路 你知道我们立法院陈冲院长多有gots 他既然个人资料保护法 立法院通过两年了 他还不公布施行 人家认为是自爱难行 今天把他挡在那 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施行 对这个国民党整个执政有什么伤害 有什么考量 我就只确定行政院长 如果他已经认为个资法已经有自爱难行 他都可以公布不实施 为什么你今天准备不及 为什么你今天补充保费的实施的部分是有困难 你为什么不慢一点 一定硬要在明年的一月一号准备上路 第一个 我们非常尊重立法院的决例 立法院如果通过的就是一个法律 那我刚刚讲过嘛 就是行政院长都有潜力啦 为什么这个健保法一定要强行通过 既然准备不及 自爱难行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一月一号还要实施 然后还有些割裂的条文要单独先跑啊 没有我想我们实施的日期也是抱怨由怨来核定 那我们呢是一直都是照着这个时间表在进行 我们到六月底呢就会把 你确定在卫生署刚刚巡达这个几个临时提案的时候说 办过签场说明会之后 明年一月一号不会碰到自爱难行的困难 遭到我们民间的反弹了之后 又再一次延宕宣布延后吗 我们会朝这个那个原来这个核定的目标呢来努力 署长你知道原来健保心智 他主要是要改变什么 他的目标是什么 是他不但是要把这个财务做得更好 同时也要把医疗品质提升 把资源分配做得更公平 你同不同意他原来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保费收取不公平 还有就是因为他原来是以六类十四目的这个保险对象 有那个繁琐的行政手续的成本 所以现在就是救援扣角的部分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繁琐的行政程序是不是 是 可是你知道吗你如果按照你原来这样子的设计的部分 你的保费收取了不公就像刚刚租钱总经理讲的 你原来垂直的不公解决了 可是你知道你创造的一个水平的不公平吗 水平的不公平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在下同样你看同样的月薪 在上一页你先上一页对不起同样的月薪一样是五万块 但是一个是先生赚钱一个是夫妻两个赚钱 你知道吗他因为他投保的这个机制不一样 他有可能他缴的保费就会不同 然后下一页 然后再下一页 同样的他今天是打工组 他有个本他有个主要的投保薪资单位 主要的投保薪资单位 他的主要薪资是两万二 晚上打工是一万块 另外一个昆盛呢 他的主要的他是参加职业工会是二类的 然后他呢白天的薪资是两万一 可是晚上打工一万二 你因为你的补充保费造成他水平的不公之后 职业工会的他不用缴补充保费 可是今天在公司拿薪水的 他却因为晚上跑去打工 他要多付两百块的保险费 你知道你的补充保费为了解决 收取不公平的垂直不公 你的水平不公你怎么解释 你等于是对于有部分受薪的阶级 他去打工的这些钱 你通通足笔的一毛都没有办法跑掉了 就要去收取补充保费 这里又有造成公平的状况吗 还有你的鼓励你的利息所得 你的利息所得的部分 如果是两千块同一个银行 他必须要缴两%的补充保费 可是同样的两千块的利息所得 在我报税的时候 我不同银行寄给我 一年一样两千块 我就不用缴补充保费 你会变成我们这些受薪阶级 为了要去能够省更多的保费 留下更多的现金在家里用 我不得不去跑这些分开存款的这些行政手续 你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增加 我们一般保险人更为繁琐 你收了这个保费你于心何忍 是我想这个任何一个制度包括家户总所得 也是一样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呢我们都会努力来多听各方的意见 来做研议 谢谢 你知道你为了弄成这些水平不公平 刚刚租钱总经理也讲 你最多也不过才高推雇收个两百多亿 两百零一亿 可是你一年的健保总支数就四千八百亿 你知道你这样子的做法补充保费 弄得所有的寿星阶级 他去多打工就等于是多缴保费 原来的弱势你不但没有保护到 你可能还是造成他的一口四家 一口 一家四口 他变得多缴更多的保费 这是我们原来要解决保费收取不公 他原来的机制吗 卫生署长 请你再回答一下 你现在你既然都回复 你在行政院 我只要我给你问 最后 不要紧 主席都没有制止 那个赖委员 主席没有制止 主席我可以继续一句话就好了吗 卫生署长 你就不觉得你不但代表行政院应该要道歉 而且事实上你应该勇于的承担这个责任 二代健保事实上是无法上路 应该跟人民道歉 而且你要重启家户总所得志的修法 我相信你们行政院卫生署在整个修法 既然要重新检讨 是不是应该重新面对 原来强推这个所谓的补充保费的一点五代或二代的健保是错误的 我想我们立法院通过的决议我一定是要执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负责任的态度 那么不管什么制度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会努力来解决 我一定能不能 compress 我们会努力来解决